大家好 今天我们来看的是毛母的小说《灭纱》 这个小说在毛母所有的作品当中其实是比较独特的 因为毛母的习惯是先找一个真实的人或者是 再展开去进行创作 比方说他先找到了画家高庚 高庚原本是一个很优秀的证券师赚了非常多的钱 但是突然有一天他想不通了 我之前这几十年看起来很成功 但完全是在为别人的欺打而活 没有为我自己 他突然觉得有一团火焰要去喷涌一下 而这个出口应该是绘画 所以高庚就在中年的时候抛弃弃子 开始去进行创作 而且看起来变成一个渣男 后来这个人物形象就被毛母拿来放到 《月亮娱乐辩识》当中变成了斯特里克兰德 看起来也确实是一个争议非常大的人物 但是是充满人性的光辉的 再比方说您看了《刀锋》或者说《人生的枷锁》 这两部作品是毛母最优秀的作品 而他们的人物原型就是毛母自己 他有非常多的生活轨迹都会放到这里面 但是面纱却不是这样创作的 毛母那个时候看到了《雪来写》的一首《十四行诗》 里面有一句话他觉得非常的有意思 那句话叫做 那描画的面纱云云众生称之为生活 也就是生活就好像面纱一样 会把我们的视线变得模糊 让我们看不清楚 但具体看不清楚的东西是什么呢 毛母也在想啊 想不出来 然后呢这个想法就一直放他的脑海当中 有一次呢他在中国香港进行游历旅游散心完了之后 他突然觉得在这段时期碰到的一些人和事 好像是可以写进去的 于是就写出了《面纱》这个小说 那《面纱》这个故事最开始呢 先写了说有一对狗男女啊 正在房间里面偷情 但是呢突然就看到这个房间的门把手啊 就这样 慢慢的被转动拧开了 然后门没有被打开 又转了回去 他们就开始想 刚刚这个女的应该是有些叫声的 外面一定是可以听到的 所以是谁听到了这个声音 而且是不是他偷窥到了门里面发生的事情 这人到底是谁 因为当时偷情的地点在女主人公的家里面 所以他们最担心的就是被女主人公的老公发现 但是他们开始推测说 这个男的呢 他应该不会在午后回到家里面 因为是有工作的 所以不可能是他 那有没有可能是管家大妈呢 也不可能了 他没有这个胆子的 所以究竟是谁把这个门把手拧开了 变成一个非常大的悬念 在这个悬念当中 狗男女都开始想到底是谁干的吗 于是这个女的就想到说 如果是我的老公的话 我的老公名字叫做沃尔特 他当时追我 他非常的爱我 所以我就嫁给了他 但是其实我本应该有更好的归宿的 然后呢就开始介绍了 这个女的他名字叫做凯蒂 他的母亲呢 一直非常希望他能够嫁给一个贵族 或者一个大商人 所以在他年纪非常小 大概十六七岁的时候 就让他去一些社交的场合 比方说打高尔夫啊 看马球啊 跳舞啊 看歌剧啊 总而言之 能够跟上流社会搭上关系的场合 都会安排他去 希望让凯蒂能够嫁入豪门 但是凯蒂呢 他的目光是比较高的 他看不上某些人 好多人给他求婚全都拒绝 这样一来一回呢 时间就蹉跎了 从他十六七岁一直到二十五六岁 好像他喜欢的人不喜欢他 而喜欢他人他都看不上 而这个时候他的妹妹结婚了 而且嫁得还不错 他就开始紧张了 万一老娘嫁不出去怎么样 就在这个时候 他的老公沃尔特出现了 沃尔特呢 是一个细菌的科学家 然后呢 好像说是会派到中国的香港 去进行研究 然后凯蒂他的想法就是这样 难得有人喜欢我 而且呢 这个沃尔特好像家境也还是不错的 而且最重要的一点就是 他一般都在中国的香港工作 他不在英国 所以哪怕他混得不好的话 别人也看不到 我希望和原本的这种 声色全马的生活 能够有一定的距离 混得不好 不要让人看到 于是他非常爽快的 答应了沃尔特的求婚 就来到了香港 但是你也知道 因为沃尔特他一开始追求凯蒂 追求的非常的热烈 而且好像是不顾一切的 所以凯蒂在这种情况下 就会有种说 老娘本来就可以嫁得更好的 现在突然嫁给了你 而且他来到香港之后发现沃尔特 作为一个细菌的科学家 其实并没有受到当地的人民 以及政府的重视 他只是一个非常基层的工作者而已 所以他更加后悔了说 我怎么就嫁给你这种人 而在这个时候 他的情郎出现了 叫做查理汤森 查理汤森你可以把它理解成 当时咱们中国香港的二把手 就是副总督 而且他非常的年轻 帅气有才干 待人接物非常的恰当 所以大家都可以推测 他以后应该可以当中国香港的一把手 在这种情况下 凯蒂一看到查理汤森就爱上了他们 于是就开始偷情 有的时候在一些古董店里面偷情 有的时候在某些公共场合里面偷情 但是所有人都不会说 因为查理汤森他的地位蛮高的 最后一次就是在凯蒂的家里面偷情 但是这个门把手突然就转动了 但到底是谁打开的呢 所以这个悬念就一直留着留着 通过这样的方式 毛姆齐花了三四十页 把所有出现的主要人物都介绍了一遍 然后他要开始设计 让这些人物正式的对峙了 对峙的方式是这样的 就是沃尔特 他到底有没有看到这个事情 他不说 但是他在言谈当中 就会有一些刺在那边 而且态度变得冷冰冰的 这种态度让凯蒂觉得非常的难受 后来太煎熬了 他忍不住了 他就主动坦诚了 他说那天是不是你看到了 他说对我看到了 然后这个事突然一下就解开了 然后下一个波澜马上就来 所以我们说毛姆其实是一个写故事的高手 沃尔特他提出了一个条件 他说我知道 你可能并不是那么的喜欢我 但是呢 我不会那么轻易的跟你离婚的 我希望做一个实验 这个实验是这样的 如果说你现在去找到查理汤森 汤森如果愿意跟他的老婆离婚 我也愿意跟你离婚让你们双宿双飞没有关系 但如果说你的情郎不愿意离婚 不愿意放弃他所拥有的社会的地位 事业财富 那你必须要跟我去做一件事情 就是现在在中国的梅公府那边正在闹瘟疫 你要跟我去疫区 我要去进行治病 所以你一定要跟我去 那这个时候呢 其实凯蒂他是非常有信心的 因为他听他的情郎啊 在枕头边说的话是什么 我的老婆也不耐看 黄脸婆 如果有离婚的机会 我一定跟你双宿双飞 所以他说行 你自己说的 到时候必须得跟我离婚 但是当他去找到他的情郎 坦诚这一切的时候 他的情郎表现得非常的决绝 说你疯了吗 我怎么会为了你这样一个浪荡愚蠢的女人 而放弃我拥有的一切 我到时候可是要当香港的总督的 你搞什么东西 就是说凯蒂他觉得 自己之前信仰的很多东西 全都崩塌了 而且无处可去 你说他能跟娘家人说吗 说因为我偷情 所以被大家看不起了 肯定不能说的呀 他唯一的出路就只能回到 自己的丈夫沃尔特的身边 跟着他去疫区 但是去疫区是什么呢 就是当时在这个疫区 每天会有一百个人 因为疫情而死去 所以其实是非常危险的 而他的老公作为一个细菌学家 其实他本不应该出现在这个阵地 他应该出现在后面的实验室当中 他去发明一些疫苗 发明一些药物 不需要去前线真正进行救治的 而这个救治的任务 是他的老公沃尔特自己去申请来的 凯蒂其实想不通你到底要干什么 难道你想让我死吗 这就是凯蒂心中的一个疙瘩 所以到了疫区之后 凯蒂就一直希望能够直接的问清楚沃尔特 你让我来这个鬼地方是想让我死吗 但是沃尔特他的方式就是我迂回 我不直接回答你 他每天把很多的时间花在病人的身上 花在跟当地的政府官员去打交道 包括跟修道院里的修女去进行交流 但是他回家非常的晚 而且回家吃饭很快吃完了 每天就看书 也不跟老婆说话 等老婆睡着了 他才上床睡觉 所以两个人几乎是没有直接的交流的 你之后可以想象凯蒂 他不认识任何一个人 他老公也不跟他聊天 他在疫区的生活是怎么样的 就是非常的无聊 所以他每天看着窗外 风景不错 乞丐又死了 哎呦又听说今天死了100个人 就是这种无聊的生活 于是故事真正的剧情开始了 后面具体怎么样的就不给各位来剧透了 但是你要知道 凯蒂他其实后面见识了更多的人 然后在这些人口中了解到 沃尔特他真正的为人是怎么样 他就跟一个天使一样 所有人都在称赞沃尔特 然后使得凯蒂突然发现 怎么在我的眼中 沃尔特原本是一个舔狗 在香港没有人看得上他 但是在疫区他却变成一个人人爱戴的天使 简直就把他给供起来了 是不是我对他的认识有问题 而且在这种环境当中 凯蒂试图去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 因为他平时就是唱歌跳舞看赛马 但是在疫区没有这些娱乐活动 他太无聊了 所以只能够真正的去接触别人 然后毛母说道 凯蒂后来选择去修道院里面帮助修女 修女他会抚养很多那种孤儿 其中有一个孤儿是一个白痴 凯蒂去了之后 他发现有一个白痴 就一直跟着他 就想抱抱他 亲亲他 除了他以外 他不想接触任何的人 所以他就想 这个白痴简直对我太好了 他突然有一种责任感 我一定要帮助他们 可是过了没几天 那个白痴就完全不理凯蒂了 他就去抱其他人的大腿了 然后凯蒂突然就 好像感受到什么东西 就是人生无常 大腸包小腸 就是有这样的想法在 可是就在这样的过程当中 他也慢慢的 希望去跟沃尔特坦诚心计 他就开始认错了 他说 我知道 当时是我错 不应该偷情 而且我现在非常希望 能够明白一个事情 就如果说这个地方的瘟疫结束了 我跟你能够继续回到香港 你会怎么对我 我们应该如何去生活 但是沃尔特他的表现方式就是 我依旧不直接理会你 而且他直说了 我最开始让你来疫区 我就是想让你死的 我就是想要惩罚你的 当这个谜底都揭晓之后 毛母很快的又给了一个 让大家觉得非常震撼的故事情节 就是后来果然 这个霍乱的疫情感染上了这家人 但是死的居然不是凯蒂 而是沃尔特 当沃尔特倒在那边奄奄一息的情况下 他最后留下了一句遗言 那句话其实是很多人都在讨论 面纱这个小说一直在聊到的 叫做死的却是狗 这句话 然后凯蒂他可能因为没有文化 他搞不懂死的却是狗到底是什么意思 他到处问人说 你知道死的却是狗是什么意思吗 问问问 最后问到了一个人叫做沃尔丁 沃尔丁他说 我知道死的却是狗 他其实是出自一首诗的 叫做哥德什米斯 这个诗的意思就是 有一个好心人领养了一条狗 起初这个人和狗关系很融洽 突然有一天狗发疯咬了人 大家都以为那个人会得狂犬病死去 但是最后人活了下来 死的却是那个狗 那这个在讲什么意思呢 死的却是那个狗 也就是说是咬人的那个死了 对不对 那在现实生活当中 其实是沃尔特死了 也就是说沃尔特他觉得自己咬了凯蒂 因为他要惩罚凯蒂 他把凯蒂带来了疫区 他想惩罚他 而且呢 这个故事的最开始是人收养了那个狗 也就是沃尔特觉得是凯蒂收养了他 他对凯蒂的那种爱是没有办法去存放的 就是一种天性纯粹的释放 然后凯蒂非常快的就接受了他 沃尔特觉得非常的感激 我愿意匍匐在你的身下当一条小狗 但是当我发现你跟别人在偷情的时候 确实控制不住自己 就好像狗发了狂犬病和乱咬人一样 最后他要报复那个主人 就是凯蒂就是他的妻子 可是最后他死了 再死了一瞬间 他明白了 其实凯蒂给了他很多生命的动力 当然故事到这边还没有结束 这是故事的第二幕 在这本书有一个异后记 就是于大卫他写到说 因为毛姆他不仅仅是一个小说家 他还是一个剧作家 而之前我们在讲 契赫夫的樱桃园的时候说过 欧洲的主流戏剧当时都是三幕剧 三幕剧就是最开始故事要慢慢的发展 然后第二幕是高潮 那高潮的最后我们说了沃尔特去世了 最后还要有一幕 就是故事要归于沉寂 让大家的生活能够慢慢的平静下来 所以在这个小说当中 其实最开始偷情 那个就是第一幕 而他们去到疫区是第二幕 最后等沃尔特去世之后 凯蒂又回到了香港的生活当中 又回到了自己的家乡 英国去生活的时候 其实是第三幕 但是这个第三幕 才让大家能够看清楚 到底面纱讲的是什么故事 首先就是当他回到香港之后 他之前那个情人查理汤森又来了 查理汤森呢带着他的老婆 就把凯蒂收到了家里面 说你老公已经去世了 那边不要管他 就住在我们家吧 好吃好喝待你 然后查理汤森找到了一个机会 趁他老婆不在 又把凯蒂一把搂住 甜言蜜语 热吻了 凯蒂当时没有把持住 又跟他搞了一次 但搞完之后非常的后悔 于是第二天就要回到英国 回到英国以后 他发现他的父母都给他有些来信 说已经听说了 你的丈夫沃尔特在疫区去世了 为你感到非常的难过 但是自理行间其实是一种敷衍 也就是你已经嫁出去了 而且你老公都死了 回来干嘛呢 凯蒂觉得自己没有地方能去了 之后又收到一封信 说你妈妈也已经死了 我本来就已经没有地方去了 打算苟延残存在母亲的家里面 但妈妈也死了 所以最后他应该怎么办呢 在书的最后其实并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结局 所以就是在这本书当中应该是有一个这样的感觉 就是凯蒂通过去到疫区 他其实是跟英国大陆的生活 以及跟香港的生活全都剥离开来了 他能够以一个第三者的角度去看 那种社交那种虚华那种爱慕虚荣 其实都是假的 可是外面的人看他呢 就是他的母亲说 去了疫区了 其实也是带着面纱在看的 他根本就不清楚凯蒂做出了什么正确的选择 所以你看进来 还是我看出去 其实都是带着面纱的 这就是面纱它的本质 就是生活 其实因为我们生活的状态不一样 不可能真正的相互去理解的 而且毛母其实他作为一个 我们所谓的二流作家当中最优秀的 他在这个小说当中 其实根本就没有用什么技巧 他就是直白的把这些故事写出来 而当这些故事你看到的时候 就会觉得好像跟你的生活产生了共振 生活其实是一个面纱 真正能够穿过这个面纱去看清生活本质的人 一定是能够看清自己的 但是凯蒂还是没有看清自己 所以在书的最后 他的归宿怎么样 没有写 而你我的归宿会怎么样呢 还是要看一看生活的 最后还想跟各位分享一点个人的感受啊 就是好多人说要分析一下 面纱这个小说的文学手法 但其实没有什么手法 一分析就会觉得非常的空洞 他就是简单的讲了一个故事而已 但问题是看完这个小说好多人都会觉得心里是有共振的 特别是和凯蒂这个人物形象 凯蒂最开始呢 他绝对就是孔子口中的那种 为女子与小人难养也 远之则愿 亲之则不逊 就是因为沃尔特对他非常非常的亲 就跪舔样的要去追求他 所以他觉得 我在社交场合里面混了七八年了 见了非常多比你优秀的多的男子 这次嫁给你真的是下嫁 所以其实凯蒂是有一种高傲感的 而且在生活当中呢 因为沃尔特他不断的在退步退步 所以就可以想到这种家庭关系是非常的不对称的 甚至在他偷情的事情败露的时候 其实凯蒂他也不是特别的紧张 他想大不了就离婚了 他并不是很看得上自己的这个老公 但是随着故事的发展 你会发现他的观念 他的想法在发生一些变化 比方说他在疫区的时候 在修道院里面帮忙 不是碰到了一个白痴吗 在视频里面说到了 那个白痴可以在第一天捧住凯蒂的腿 说我离不开你 但是到了第二天就说 你谁要不认识你 人生真的是非常的无常 再比方说 凯蒂在疫区见到了一个官员 叫做沃尔丁 沃尔丁家里面那个老婆 其实是一个咱们中国的满族的贵族 那个满族的贵族呢 他在第一眼看到沃尔丁之后 就觉得我非你不嫁 然后沃尔丁他觉得 满族人奇奇怪怪的不喜欢 就逃跑 但是跑到哪里 那个满族女子就追到哪里 一直追到了香港 一直追到了疫区 而且愿意抛弃他家里面的一切的 爵位啊财富啊 就是要和沃尔丁这人住到一起 所以当凯蒂见到这个满族女子的时候 他是非常的受到震撼的 因为他发现这个满族女子 首先他不会说英语 而且他的生活习惯是非常传统的 确实和沃尔丁不是很般配 但是他却用自己那种执着 好像就是跟沃尔丁能够完全绑在一起 心里是能够共振的 那沃尔特对于他凯蒂 难道不是这样的吗 一定也是的 所以其实在疫区的生活 是给了凯蒂非常多的机会 就见证人生当中多种的可能性 而他自己也发现 我好像也是在这个可能性当中的一种 就是会有一个男人深深的爱着我 他完全不要自尊的 他就能够任由我去放肆 做很多很多的事情 甚至这个男人提出了跟我离婚的原因 只是为了让我认清楚 那个渣男的真面目仅此而已 所以那时候凯蒂其实是会发生一些变化的 也由此我觉得 其实毛母在这边的设计是非常妙的 就是他利用疫区这个设定 让凯蒂能够体验到不同的人生状态 就是如果说凯蒂当时能够做出选择 在上流社会有个谁追求了他 他如果答应的话 能够过上一种怎样的生活 在底层社会有个谁如果追求他 他能够过上一种怎样的生活 各种各样生活的横切面都放到他的面前 甚至是生离死别这种极端的事情 都放到他的面前 他突然就意识到 好像他眼前的这个沃尔特是最合适的 他是不可以离开沃尔特的 也因此书里面有一个非常大的谜团 尽管说各位都可以猜到结果是什么 就是后来凯蒂的肚子一天一天的大起来 然后沃尔特就问他说 这个孩子到底是谁的 如果你告诉我 就是只要你说就可以不需要任何的证据 只要你告诉我说这个孩子是我沃尔特的 我就可以兵释前线 继续跟你当恩爱夫妻 但是这个时候凯蒂他犹豫了 他在想面对这个老实人 面对这个真诚的男人 他是不是愿意说出一些 模棱两可的回答 是不是愿意说出一些 可能是错误的答案 他没有说出来 所以这个时候 其实大家会发现凯蒂这个人物的性格 已经发生了变化 他不再是那个任性的大小姐 而是一个愿意将心比心的去和对方去沟通的人 还有一个其实非常真实的故事 就是后来当沃尔特去世之后 凯蒂又回到了香港 又见到了他的老情人查理唐森 他没有抵住诱惑 他又跟唐森做了一次 但是做完之后 他内心极度的悔恨 所以我觉得其实真实的人生就是这样的 不是说你之后再也不可能犯错了 而是在你犯完错之后 你能够知道自己做的那个事情确实是有问题的 然后在这个基础上不断的去校正去调整 所以我觉得对于很多人来讲的话 可以以凯蒂作为一个人物参考吧 就是我们现在很流行的一个话叫做多元宇宙 你能够做出多重的选择 但是很有可能你现在正在走的这个路 它是对你最好的 因为你已经没有机会去反悔了 当你在想 就是我有其他的一些可能性 可以混得更好的时候 其实你已经开始蹉跎 在这个世界这唯一的选择的正确性了 你已经开始动摇了 于是你会变得非常非常痛苦 所以这就是想跟各位分享的一点 个人的小小的观点 然后再做一个节目预告 就是下期视频我们会聊到黑赛的荒原狼 其实他也就讲到这个 就是什么样的人是最幸福的 就是当你的价值观是统一的 能够不断地往前走的 永远不回头的这种人生是最幸福的 而当你有多种选择 当你开始犹豫摇摆的时候 其实会产生很多的痛苦 所以这就是 从面纱开始跟各位分享的一些 个人的小观点了 感谢观看